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当书生在野外喝水时 突然被女子扑来并称赞公子 你好香啊 烈阳炙烤大地 太行山下一个书生模样打扮的青年 正在沿着乱石滩的河道旁走着 不过 很是奇怪 炎热的天气 这书生脸上却没有一丝的汗水 再向前拐了个弯 便是潺潺的溪流 清澈见底 凉意四溢 书生走到溪水边 弯下腰旁了一口水 赞叹了一声 真是甘甜 接着 他便从腰间取下一个葫芦 装满了水 重新挂了回去 起身坐到了河边的一块石头上 缓缓地躺了下来 双手枕在脑后 闭目享受 十分惬意 忽然间 一阵柔软压在了身上 书生陡然间睁开了眼睛 只见一个女子趴在了她的身上 低头看着她 目光中充满了好奇和打量 吐气如蓝 香气弥漫 书生偏了偏头 尴尬一笑 开口道 小生路环 见过姑娘 只是 这字事实在于礼不合 姑娘双手撑地 微微抬起了头 依旧打量着陆环 不停地用鼻子嗅着 嘴角甚至都要流出口水了 公子 你好香啊 陆环微微皱眉 抬手抵住姑娘光洁白皙的额头 不让她继续低下头来 嘴角扬起一丝微笑 疑惑地道 这磨热的天 姑娘这额头倒是挺冰凉的 体质特殊啊 姑娘闭上眼睛 贪婪地用鼻子吸了一口气 用令人酥麻的声音道 公子 你真的好香啊 谢谢 我知道了 陆环猛然起身 抓着姑娘的左手 右手在她的腰间倾脱 一下子便将姑娘从巨大的石头上摔落了下去 姑娘一身淡蓝色长裙 缓缓从地上爬了起来 眼神魅惑地盯着陆环 用舌头舔了舔自己的嘴唇道 公子 你真的好香啊 但是 似乎不知道连香西域啊 陆环跳下石头 落在了姑娘的对面 清澈的眸子盯着姑娘的眼睛 笑道 姑娘 清醒点 你不是香 也不是玉 姑娘瞬间收起了自己的魅惑之意 一下子变得清冷了起来 有一种生人物尽的感觉 正正地望着陆环 皱眉道 你不是离树村的人 陆环耸肩道 原来是姑娘认错了人 姑娘身上的清冷之意消失 忽然间媚太丛生 柔情似水的眼睛 看着陆环 软落地道 公子 我不美吗 不吸引人吗 陆环突然间跨出一步 站在姑娘的身侧 在她的耳边低声说道 姑娘 这大中午的猎羊当头 你是怎么出来的 一句话 姑娘脸色顿时大变 陆环面带微笑 就那样静静地看着眼前的姑娘 也许是被这样盯着 实在受不了了 姑娘轻笑了一声 转身就走 看着眼前的姑娘沿着小溪 走入密林深处 陆环长叹了一声 抬头望了望高空中的烈日 耸了耸肩 转身离开这里 沿着此前的乱石 探继续向前 她想要去黎树村后面的那群山之中采药 两刻之后 陆环走进了黎树村 一身书生打扮 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 甚至 一些人围着她 指指点点 议论纷纷 不久之后 一个拄着拐杖的老者 找到了陆环 挡住了陆环的去路 陆环微微皱眉 扫了一眼眼前的老者 虽然拄着拐杖 却是精神绝说 有些与众不同 老者也在打量着陆环 率先开口道 年轻人 我们离树村 不欢迎外人 从哪里来 便回哪里去吧 陆环笑道 老丈 都说有棚子远方来 不亦说乎 你怎么还敢人呢 老者顿了顿手中的拐杖 加重了语气 年轻人 有时候 还是要听一听老人言的 陆环沉默不语 刚刚走进村子时 这个村子并没有任何的异常 但是 却又透着一股奇怪的感觉 虽然说不上来是为何 但是 终究给人一众难以言说的错觉 这老者前来驱赶 他总觉得 这老者似乎知道点什么 见路环不说话 老者叹息了一声道 年轻人 我是为了你好 我们村的人 很多人都病了 从老人到中年 甚至还有年轻人 而且都是男子 所以 我劝你 还是赶紧离开吧 陆环笑道 老丈 我正好是一个游方郎中 懂点医术 不如 我帮你们看一下 没有想到 老者听到这句话后 更是脸色大变 举起手中的拐杖 就要打人 陆环向后撤了一步 轻轻错开落下来的拐杖 疑惑道 老丈 这是何意 我说帮你们治病 你怎么还要打人呢 老者怒气冲冲地道 我们没有病 你还是赶紧走吧 我们离树村不欢迎你 陆环笑了 这老丈说话 简直是前后矛盾 刚刚明明自己说了 有人生病 才让自己离开 当自己表明郎中的身份 要为他们治病时 却又说没有病 简直是奇怪了 你这老疯子 又开始发疯了 也不知道发的什么疯 我们村好不容易来一个郎中 容易吗 这时一个身穿天蓝色衣装的中年农夫走了过来 头发里还有草屑 一把将老者推到旁边 厌恶地看了一眼 转过头来 却又满脸笑容地道 这位郎中 我夫君病了 能不能去我家看看 陆环疑惑 好不容易来一个郎中 这离树村虽然偏僻 但是 十几里外便有镇子 镇子上可有郎中 他们很难见到郎中嘛 带着疑惑 陆环跟着这位中年农夫 一路回家而去 拄着拐杖的老者 还想要阻拦 但是 他颤颤巍巍的 根本走不快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陆环和中年农夫 消失在自己的视野里 中年农夫边走边说道 小郎中 你可以叫我刘嫂 那个老头说的话 你不要介意 整日里神神叨叨的 他一直说村里有不干净的东西 所以 才会出现这些怪病 吓得镇子上的郎中 都不敢收我们这里的人了 哎 你说说 即便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怎么会偷银子 又怎么会只让男子生病 这完全不合理嘛 小郎中 你说对不对 自称刘嫂的人 回头看了一眼 走在自己身后的小郎中 说出了自己的见解 希望得到认同 陆环没有开口 只是笑着点了点头 心中越发觉的奇怪 投银子 让男子生病 这两件事情 似乎确实没有任何的关系 刘嫂继继续道 即便是真的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也不会在我们村啊 毕竟 这些人生病 都是从外面回来厚得的 陆环听到这话 突然间想到了 此前遇到的那个姑娘 这才开口问道 从外面回来 去过哪里 是去过你们村外的小溪吗 这 我就说不准了 他们去的地方都不一样 有的是去放羊 有的是去砍柴 有的是去除地 有的是去交地 去的地方应该不一样的 刘嫂想了一下 转头看向陆环 疑惑地道 小郎中 为何这么问 陆环摇了摇头 没有解释 只是随口说道 末事 随便问问 刘嫂不已有她 便继续开始滔滔不绝地说着 一会儿笑了 一会儿又开始抱怨 反正是想到什么说什么 甚至偶尔还吊陆环两句 离树村一山而建 每一户都是散落在不同的地方 偶尔四五个院子坐落在一起 偶尔一个院子却又相隔颇远 走了好一会儿 才来到刘嫂的家里 一进院子 便看见一个中年男子 披着外套 坐在院子里 背对着太阳打盾 似乎是在晒杯一般 刘嫂远远地看见男子 便抱怨道 让你劈柴 结果你又睡着了 也不怕给自己晒坏了 中年男子听到刘嫂的声音 才猛然惊醒 坐至了身躯 缓缓地转了过来 陆环抬眼望去 微微皱眉 在这烈日之下睡着 中年男子的脸上却没有任何的汗水 目光有些涣散 双眼周围隐隐发黑 像是很多天没有睡过觉一般 中年男子懒洋洋地道 你这婆娘懂什么 晒晒太阳 舒服 陆环抬头望了望 晒太阳舒服 就这天气 将鸡蛋打碎 放在石板上 一会儿就能变成煎鸡蛋 刘嫂看了一眼陆环 说道 小郎中 让您见笑了 这也不知道 得了什么怪病 晒太阳 还会觉得舒服 陆环笑了笑 摇头道 无妨 我大概知道 是什么原因了 说完这句话 中年男子的脸色一僵 十分紧张地盯着陆环 眼光又不断地看向刘嫂 生怕陆环继续说下去 让刘嫂知道什么一般 她立刻起身 三步并坐两步 快速走到陆环身边 笑脸相迎道 没有想到 竟然是一位郎中 真是有失远迎 随后 她狠狠地瞪了刘嫂一眼 说道 还不快去村里的古井里打点水 这磨热的天 那水冰凉甘甜 正好给小郎中消暑解渴 你真不懂事 好人都让你做了 刘嫂冷哼一声 走到旁边的墙根 挑着两个木桶走了出去 眼看着刘嫂走远 中年男子搓着手 看着陆环有话说 却不知道如何开口 陆环旁扶是知道中年男子要说什么 便笑道 放心吧刘叔 我不会和刘嫂说的 叫他刘叔 叫他刘嫂 这差着辈分呢 不过 谁也没有计较 毕竟都是一种客气的称呼 仅此而已 刘叔 也就是中年男子 尴尬的笑了笑 松了一口气道 让您见笑了 陆环摇头道 这不是见笑不见笑的问题 就你这身体 撑不了几次了 刘叔脸色通红 嘴唇有些哆嗦 甚至是有些铁青 陆环就那样静静地看着刘叔的神色变化 颇有意思 耐人寻味 一会儿是决绝 一会儿是迷恋 一会儿又是难舍 一会儿又是愤怒 各种情绪弥漫 过了好一会儿 刘叔才开口问道 小郎中 可能治 陆环点了点头道 能治 但是 终究是你自己要控制 不能再像此前那般了 刘叔对着陆环抱 全行礼道 多谢小郎中为我保守秘密 只要小郎中能将我治好 定当倾尽全力 报答这份恩情 陆环摇了摇头道 道也不用 开个方子而已 要还是得你们自己去抓 不一会儿 刘嫂回来 陆环便开始和刘叔在聊一些其他的事情 只不过是为了掩饰刚才所谈之事 只是告诉刘嫂能治 写了方子 让刘嫂前去抓药便行 刘叔看着陆环自然是十分感激 知道村里来了一个郎中 很多人便将陆环请了过去 为自己家人看病 这一看不知道 原来那个老者病没有骗陆环 整个村里的男子全都生了病 从老人到年轻人 除了一些孩子和人们口中的疯子外 几乎都无一幸免 当然 除了一些行动不便 无法走出村子的人 最终 陆环都医开了方子 针对不同的人 方子也是大同小异 第二天 陆环便前去采自己需要的几位草药 采到之后 陆环并没有离开 反而是住在了村子里 而且是住在了被人称为疯子的那个老者家里 对此 那个老者竟然罕见的没有拒绝 村里人自然不宜有他 陆环却有自己留下的理由 因为刚刚来到黎树村时 刘嫂便说 很少有郎中来到此处 但是 整个村子这么多人生病 又怎么可能没有去看郎中呢 何况 十几里外的镇子上便有郎中 并且 这些人生病 分明是不知道控制而已 他开的药方无非也是条理 补充阳气 扶正阳气 那些镇子上的郎中 怎么可能不会呢 最大的问题便是根源 这些人都是从野外回来之后所得 那么 根源在哪里呢 为何 那些留在村子里的人 反而没有事情呢 带着种种疑问 陆环还是留下了 他觉得 这并不难治 难得是 这些人要学会控制自己 不能太过随心所欲了 一连半个月时间 陆环都住在老者的家里 静静地等待着 这天傍晚 他站在门口 亲眼看见 他最先为其开方子的刘叔 从外面背着锄头而回 脚步虚拂 眼睛周围发黑 当刘叔注意到他的目光时 不敢对视 步伐加快 快速向家里走去 陆环什么也没有说 只是轻微地叹息了一声 转身回到院子里 现老者端着一摞烙饼 正遥遥与其相对 微微摇了摇头 充满了无奈 示意陆环跟上吃晚饭 便向屋内走去 进到屋子内 老者坐在饭桌前 好奇地问道 村里人都说我是一个疯子 你为何选择要住在我家呢 陆环笑了笑 一边吃着烙饼 一边说道 多谢成爷爷这段时间的收留了 答非所问 老者没有介意 而是轻叹了一声 你也看到了 你虽然是郎中 也能治好那重病 但是 究其根源 你是管不了的 年轻人 听一句劝 离开这里吧 别惹火上身 陆环笑问道 昌爷爷 您肯定知道什么 但是 您就是不肯说 老者悠悠地道 这就是你住在我这里的原因吗 然而 知道如何 不知道又如何 自作孽 不可活 仅此而已 陆环吃了一口烙饼 加了一口咸菜 喝了一口粥 望着窗外的夕阳 瞇了瞇眼睛 终究没有说什么 各自都有各自的打算 没有互相劝的必要 老者一定知道一些什么 但是 老者守口卢平 且不离开村子 他无法知道 自己想要的答案 又过半个月 村里的人纷纷上门 在求陆环 陆环一一去了那些人的家 那些再次生病的男子 没有一个敢和陆环对视 这一次 陆环没有再开房子 而是选择转身离开 他们的家人追了过去 想要陆环再帮忙 但是 陆环一步踏出 身影忽然间消失 在出现时 便已经到了十几帐外 看到这一幕 就无人再敢追赶了 长爷爷 也就是那个老者 拄着拐杖 站在自己的院子门口 望着陆环的笑诗 眉头紧皱 仅仅是树膝之间 陆环便已经离开了黎树村 月光之下 远山朦胧 怜悯起伏 庞扶是一个个沉睡的怪兽 近处 树影婆娑 伴随着禅鸣声 和鸟叫声 让整个山脉中 都偷着一股幽静的神秘 陆环来到了那一处小溪 那一处巨石旁 覆手而立 抬眼向柱密林深处望去 轻声道 是你出来见我 还是我逼你出来 不多时 一道身影缓缓从密林深处走来 一身淡蓝色长裙 长发如扑雾 浮若凝质 脚不沾地 恍若神雨来到了凡尘 依然是当初所见的那个姑娘 到了陆环身前 缓缓行李道 小雪见过公子 陆环正正地看着小雪 微微叹息 苦笑道 我本该早就想到的 只是 我一直想不明白 你为何能在其他地方出现 所以 最初没有想到你的身上 小雪展颜一笑 坦然承认到 黎属村的事情 确实是我做的 陆环愣住 他没有想到 这女子竟然会直接承认 他凝视着小雪 摇了摇头道 不是你 让他出来吧 我既然能找到这里 并且赶来 你便应该明白 骗我没有意义 不是吗 小雪深吸了一口气 闭上了眼睛 沉声道 动手吧 陆环没有理会小雪 反而是绕过了小雪 踏迁一步 向朱密林伸出望去 眼眸之中 泛着银白的月光 彭扶是天空中的月亮 不知何时被他摘下 放入了眼睛之中 小雪察觉到了陆环的异样 一个闪身挡住了陆环的目光 可是 他刚刚出现在视线之中 便被什么击中 直接飞了出去 摔在不远处 身影都变淡了几分 陆环收回目光 低眉看着小雪 沉声道 出狱时 我便知道你是什么 我没有收你 是因为你没有害人 可你若是阻我 休怪我不客气 让你灰飞烟灭 说着 陆缓缓缓抬起了右手 小雪也闭上了眼睛 住手 一声沉河 在他们背后响起 正是成爷爷 拄着拐杖 快速走来 再也不似当初那般步履蹒跚 陆环的嘴角 微微弯起 沉声道 成爷爷 好好做你的黎叔腰 不好吗 沉沉声道 沉声道 沉声道 公子 这是何意 陆环没有说话 而是轻笑了一声 一步跨出 便消失在密林深处 不一会儿 只见有剧烈的光芒 在密林深处冒了出来 望着那一处白色的光芒 成爷爷脸上充满了疑惑 小雪脸上则充满了着急 少席 陆环便从密林深处走了回来 手里还提着一个人 走到成爷爷和小雪身边时 他才将那女子轻轻放下 成爷爷瞪大了眼睛 甚至揉了揉眼睛 看了看小雪 又看了看那女子 疑惑地道 怎么有两个小雪 这是怎么回事 被陆环提回来 那个女子 站直了身躯 娇笑道 我叫小悟 我便成了小雪的样子而已 他看向小雪 称怪道 你可是我的恩人 你竟然困住我 替我挡在前面 这是陷我于不义呀 随后 他坦然地看向陆环 耸肩道 黎树村的事情 是我做的 你出手吧 不过 就算我不在了 你也别想救他们 陆环冷笑道 你以为 你一死了痣 便可将袭来的荆棋 全部带走吗 那你太小看我了 小雪指示陆环 沉生道 一切都因我而起 你直接除了我就行 事情 是我邪恩以报 让这个小狐妖做的 你别为难他 他也看出来了 他也看出来了 陆环虽然是一身书生打扮 但是 深不可测 绝不是他们能够阻挡的 便坦然受之 都想要将对方保下来 成爷爷在一旁干着急 最后问道 小雪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雪笑了笑 解释道 成爷爷 小五其实是我年少时 曾经救过的一只小狐狸 我死时 他看不下去 便一直守护在我身边 经历了四十年 终于有了人形 便要替我出一口气 成爷爷好奇道 所以 这些天 黎树村的事情 都是他做的 小雪点了点头 看了一眼路换 说道 但是 都是我安排的 所以 他要杀 便杀我吧 成爷爷叹息道 都怪我 当年还不能化醒 只能困在那一棵 枯败的黎树当中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一切发生 血就不像你呀 小雪天天一笑道 成爷爷 我不怪你 从来没有怪过 只是 我好想小时候吃的黎 真的好甜好甜 成爷爷笑了笑 脸上却满是悲伤之意 看向路环 说道 公子 我知道 你并非不讲理之人 否则 知道我是黎树妖 早就动手了 可否听老朽讲一个故事 再做处理 陆环点了点头 跟着转身的成爷爷 向远处走去 小雪大声道 成爷爷 成爷爷叹息了一下 带着陆环来到乱石探的边缘 与小雪和小雾有一段距离 才缓缓开口 讲述了一段往事 事情应该从五六十年前开始讲起 一个小女孩降生在黎树村 对于那一段年轻的小夫妻而言 自然是十分惊喜 一家三口生活十分幸福 不过好景不长 小夫妻两个先后去世 便只留下一个孤女在世 这个孤女便是小雪 随着小雪的渐渐长大 出落的越发水灵 而且天生魅惑 十里八村都没有人能够比得上 提亲的人不在少数 但是小雪年纪还小 便一直没有同意 可是有一天晚上 有人进了小雪的房间 欺辱了小雪 小雪当时不敢声张 可是世上哪里有不透风的墙呢 最后反而都成了小雪的错 小雪据理力争 奈何无用 小雪就像是一道绝美的美食 放在那里 却没有办法保护自己 人谁都想来吃上两口 当时欺负小雪的人 不在少数 今日他来 明日他来 明目张胆 村里的那些人 管不住自己的丈夫 却都将怒火转 嫁到了小雪的头上 小雪终于找到机会 想要悬梁 却被那些愤怒的人阻止 最后绑在梨树上 八光一切 饿死了 成爷爷叹息了一声道 只是当年参与的人 都已经不在了 所以 小雪和小雾 算是找错人了 公子 这件事情 老朽替他们两个可怜人担了 您看如何 路环泉投腻的发白 冷冷地道 不行 成爷爷交集地道 公子 算我求你了 路环摇了摇头 走到小雪和小雾身边 盯着小雾 好奇道 我能理解你 吞噬精气 但是 你要他们的银子做什么 小雾笑嘻嘻地道 我能力低位 刚刚修到人形 只能遍着法地折磨他们了 钱财没了 他们家里人 肯定也会整天抱怨 和为难他们的 他看向路环 沉声道 动手吧 一切都是我做的 路环笑道 你也算是一只一狐了 我若对你出手 我岂不是还不如你 他现在终于明白 那些人为何是无论到了哪里 都会遭遇到小雪了 因为原本就不是小雪呀 而是一个可以四处乱走的妖狐啊 路环说道 做错事情 终究要付出代价 纵然他们已经去了 他们的后人也该承担 这样吧 我给你们十五年时间 十五年之后 将精气还回去 这也是我能为你们争取的极限了 小雪和小吴还不知道什么意思 路环转头说道 可以吗 本该如此 可一道光芒闪过 消失不现 长夜夜呆呆地盯着那光芒消失的地方 正正地道 山神 小雪和小吴当即明白 发生了什么 立刻向路环拜祷 多谢公子 天理昭彰 循环不空 路环扬了扬手 踏着月色 一袭白衣 向着黎树村相反的方向而去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沈秀与孤同张老汉的旧恩新缘 宋徽宗朝宣和三年 海宁郡武林门外北新桥下 有意几乎 专门为官府制造绸缎 而这个家庭的主人 沈宇 多年的辛勤工作使得家庭财富积累丰厚 沈宇的妻子严氏 和他育有一子 名叫沈秀 刚刚年满十八 沈秀自有因为父母宠爱 逆贯成席 每日都不务正业 专门调养化美鸟为乐 因此街坊邻里给他取了一个绰号 叫做沈鸟儿 这一天沈秀像往常一样 武庚起床 洗漱一番后提了化美鸟笼 准备前往城里的柳林遛鸟 他走出家门 太阳还没有升起 街道上漆黑一片 只有偶尔积个灯笼点缀 沈秀迈开坚实的步伐 朝着他渴望的柳林进发 初春的柳林 清晨的景色 更显得郁郁葱葱 一片生机勃勃 沈秀秀的飞时进入柳树林 笼子里的画门 鸟欢快地鸣叫着 他找了个合适的树枝 将画美鸟的笼子挂在上面 心满意足地看着他乐忙个不停 庞扶于树上的嫩叶 唱起了和谐的旋律 时间消失得比沈秀想象中还要快 沈秀奇怪地发现 其他家遛鸟的人早就收拾回家了 留下柳林里因 沉沉的树枝没有做 他挂了一会儿 也自觉无趣 想着明天再来 便摘下笼子准备回去 就在这时 他突然感觉肚子一阵剧痛 强烈的疼痛 让他不由自主地蹲到了地上 沈秀抱住肚子 口中吐出一口气 这微步的剧痛 就像是刺刀一般 令他呼吸困难 他只好外倒在柳树边 疼痛地让人难以忍受 昏迷了过去 正巧 一个孤童的老汉张文星 挑着手一挑子 经过柳林 准备去别人家做活 远远看见柳树旁 有一个倒在地上的人 他急忙走到跟前 放下担子 仔细观察 张老汉发现 沈秀脸色蜡黄 没有醒来的迹象 身边也没有别的值钱东西 只在地上有一个画眉龙 此时 画眉鸟在龙里不停地叫唤 张老汉心中打起了鬼主意 他想 沈秀既然已经昏迷 恐怕已经死去 而且没有任何人在附近 长几战未及有未尝不可 心中充满了贪念 张老汉想着 整日辛辛苦苦干活 也得不到多少报酬 今天却意外得到这某个好便宜 真是运气来了 于是 他提起画眉鸟龙 准备离开 不巧的是 沈秀刚刚苏醒过来 睁开眼睛 正好看见张老汉 提出自家的画眉鸟 顿时期的忍不住骂道 你这老货 拿走我的画眉鸟去哪里了 张老汉听到沈秀醒来 倒吓了一跳 看着沈秀骂人 心中犹豫了起来 他明白 如果沈秀爬起来 追到他身边 自己可能吃亏 于是 他决定一不做 二不休 索性将沈秀除掉 丛筒离取出一把 消筒的竹针刀 他顺手往沈秀的颈部以内 敏捷地结束了他的生命 张老汉被杀害一事的紧张感患似 他匆匆将沈秀的头颅提起 将其丢进一株空心柳树的洞里 张老汉心之事情不妙 他将竹针刀放回桶内 把画眉鸟笼挂在条子上 心急如焚地穿过街道 直奔武林门外的家 途中 他偶遇三个刚从城门外进来的客人 他们都是来自东京的人 其中 有一个名叫李吉的生药贩子 对羊鸟情有独钟 路上 李吉注意到张老汉挑子上挂住的花眉鸟 他叫住张老汉要品鉴一番 张老汉放下担子 李吉在戏观察着花眉鸟 发现它的毛色极好 声音也异常脆亮 这只花眉鸟已经引起了李吉的兴趣 他问道 你愿意卖它吗 张老汉此时只想尽早摆脱这个麻烦 他爽快地回答道 客官 你出多少钱 李吉思索片刻 答道 一两银子就够了 对于张老汉而言 只要能够得到钱 其他都不重要 他再次追加道 本不应多计较 只是因为爱鸟如宝 客官多给点也无妨 李吉拿出一块银子 看了看 上面有一两二千的重量 他说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 他将银子递给张老汉 张老汉将银子装进自己的荷包 将花眉鸟交给了李吉 然后转身离去 静止回到家中 张老汉住在永金门城脚下 家里只有他和老婆两个人 当他回到家 老婆健壮不满地说道 蜜子一条也没动 你回来这磨早干吗 张老汉没有回答 而是一声不吭地 敲着担子进了屋子 放下并关上门 然后转身对老婆说道 阿婆 你过来 我有话要告诉你 刚才我得到了这一两二千银子 你收下用吧 老婆接过银子 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 他并没有多问其他 只是简单表示感谢 这时 他注意到张老汉 一脸紧张和焦虑的表情 心中对于丈夫的行为 感到有些疑惑 然而 他也知道 在这个困难的时期 钱财是最重要的 沈秀全缩在柳树下 胃部的脚痛使他难以呼吸 脸上布满了汗珠 他的意识变得模糊 身体在剧烈地颤抖着 他拼命地忍受住这句痛 他默默地祈祷 希望这种疑似绝望的痛苦 能够很快结束 虽然他速来不得民心 但此刻 他心中希望 还是可以获得救助和关怀 然而 这个希望在柳树林的阴暗角落 几乎变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 正当沈秀以为 自己再也无法忍受下去的时候 他突然感觉一些异样的情况 有一丝微风 轻轻拂过他的面颊 彷彿是带着一缕温暖的气息 他的意识变得清晰了 身体的剧痛似乎也在渐渐减弱 他努力将双眼睁开 周围的一切映入眼帘 在这一瞬间 他的眼前出现了一个模糊的身影 是一个中年男子正在走近他 他鬓角已然斑白 虽然皱纹布满脸庞 但目光坚确透住 一丝温暖和慈祥 这个男子就是孤同的张老汉 他最初打算偷去花美鸟的人 现在他的目光下 是一个痛苦的沈秀 孩子你怎么了 张老汉低声说道 疼疼得厉害 沈秀勉强说出几个字 看来你有病根 是善气发作了 张老汉皱起眉头 这种病发作起来可是难受得尽 你知道这病 沈秀难以置信地看着张老汉 哦 我是瞧你那模样猜的 听说过的 善气就痛得要命 张老汉深深地叹了口气 哎 你这是 我还是送你去看看大夫吧 张老汉深出手 本想扶起沈秀 但突然 他思绪一闪 他的贪念 再次占据了上风 他慢慢地缩回了手 脸上露出了一丝难以察觉的犹豫 他心里想着 这小子家里就那么有钱 说不准身上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不过我刚杀了他 还是退出算了 沈秀感觉到了张老汉的变化 他的心中燃起了一抹不安 他现在已经没有力气继续挣扎 疼痛使他的身体完全迷失在黑暗之中 他躺在那里 全身的力气都像是流失殆尽 别 别 沈秀脆弱的喃喃说着 救救我 你一定能救我 他声音道 张老汉脸色一变 他看着沈秀 心中在挣扎着 一方面是自己的利益 另一方面是对沈秀的良知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最终他还是义无反顾地伸出手 扶起了沈秀 好吧 我送你去看看大夫 张老汉说道 语气中充满着微妙的变化 沈秀的嘴角露出了一丝难以言喻的感激之情 他感到有了一丝希望 他知道 或许在这个陌生人的帮助下 自己还有一线生机 接下来 张老汉将沈秀参扶起来 他用尽全力支撑着沈秀的身体 带着他艰难地向着城内的衣冠走去 这是一个艰难的旅程 对于张老汉来说 这是一次纷乱的思绪 过往罪恶和新生希望交织在一起 让他陷入了矛盾的心境 他左右为难 内心无法释怀 但面对众目睽睽之下 他只能选择赞且压抑内心的挣扎 张老汉沉默了半上 心中不知怎样抉择 最终他决定将自己的罪行埋藏在心底 带着沈秀向着衣馆继续前行 第三章节 张老汉的出现和杀害沈秀 张老汉扶着沈秀 艰难得向着城内的衣馆走去 路上人来人往 热闹非凡 但他们两人却庞扶置身于一个封闭的世界 世界里只有痛苦和希望的徘徊 沈秀感受到了张老汉的犹豫和内心的挣扎 他看着张老汉 望了一下 随即低声道 谢 谢谢你 张大哥 你真是个好人 这句话从他的嘴中细微而诚挚地说出 透露住他对于心生希望的无比渴望 和对于人性的无尽信仰 张老汉文言 他的内心似乎被触动了 他颤抖着咽下了一口口水 眼神中闪过一丝愧疚 身为凶手的他 面对沈秀的感激和信任 他无法预料自己应该如何回应 他挫着手指 不自觉地放慢了脚步 陷入了内心的沉思 你没必要感谢我 张老汉轻轻地说道 声音中透露着一丝几乎听不见的颤抖 沈秀注视助张老汉 他的眼中满是期待和希望 他希望这个陌生人可以成为他生命中的转折点 可以改变他固有的生活轨迹 张大哥 你救了我一命 无论如何 你都是我的大恩人 沈秀嗓音微弱而坚定 我不想知道你的过去 我只知道你现在帮助了我 我会一直记住你的善行 张老汉沉默了片刻 他嘴角微微动了动 似乎想说些什么 却又停了下来 他对自己的罪孽感到愧疚 但也很清楚 如果真相被揭开 他将面临火患 他不愿让自己和家人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 沈秀 你要好好活下去 张老汉深呼吸了一口气 语气中带着一丝沧桑 我只是做了我认为对的决定 不值得你这样感激 现在最重要的是你的健康 希望你早日康复 沈秀迷茫地看着张老汉 脸上带着难以掩饰的悲伤 他没有继续追问 因为他看出张老汉内心的挣扎和犹豫 他们继续走着 终于来到了城内的医馆 医馆 门前人头窜动 沈秀被抬进了里面 医生经过子西检查后 对沈秀的病情表示了担忧 建议立刻进行手术 张老汉静静地站在一旁 看着一切发展 内心沸腾住 无法言喻的愧疚 他明白自己的罪恶就在眼前 但也明白揭开真相所带来的后果 将是不可承受之重 医生询问着沈秀是否有家人 是否有足够的金钱支付手术费用 沈秀的眼神变得失落 他清楚家里没有足够的钱财 即使有 他也不想把家人置于破产的境地 正当沈秀陷入无望的困境中时 张老汉走到医生面前 平静地说道 医生 手术费用全由我来支付 医生略感意外 用怀疑的目光看着张老汉 他知道手术费用不费 这位陌生人是否真的有这个能力支付 他还是有所保留 张老汉低声说道 我保证你先进行手术 费用问题我会妥善解决 他的表情中透露出一股决然和承诺的决心 医生思索了片刻 看着沈秀那双希望的眼眸 最终点头同意了手术 沈秀感激地看着张老汉 眼眶中闪烁着泪花 张大哥 谢谢你 沈秀的声音充满了感激和感动 我会永远记住你的恩情 张老汉轻轻地点了点头 心中的内疚和愧疚无法平息 但他也明白 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 他必须面对这个决定 手术进行了数个小时 医生终于走出手术室 张老汉和沈秀的家人都焦急地等待着消息 盯着医生的脸色不懂声色 沈秀的母亲言是紧紧握着张老汉的手 希望她的善举能为沈秀带来好运 医生面色凝重地说道 手术十分成功 沈秀目前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沈秀的母亲松了口气 眼中流露出欣慰的光芒 她深深地看了一眼张老汉 他们在这个陌生而特殊的时刻 建立起了一种默契 感受到母亲的信任和感激 张老汉内心泛起矛盾的波澜 她的罪行早已深深地刻在心底 但沈秀的救助和母亲的目光 仍深深触动了她的良知 沈秀的眼中闪过一丝感激和理解 她朝张老汉微微一笑 说道张大哥我感激你 虽然我们不认识 但你却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张老汉的心跳加速 她的内心陷入了更深的纠结 面对沈秀的感激 她不禁问自己 自己是不是应该告诉沈秀真相 沈秀的母亲上前 紧紧拉住张老汉的手 感动地说道 张大哥 你真是我们的大安人 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张老汉的泪水几乎在眼角打转 她默默地看着沈秀的母亲 内心充满了久违的感动和亲切 她既期待着将真相告知沈秀 让她知道自己杨鸟的初衷 也害怕这个真相将会摧毁沈秀心中的希望 母亲 我们应该让沈秀好好休息 沈秀的姐姐轻声说道 她注意到了张老汉的纠结和犹豫 张老汉轻轻点了点头 知道现在不是时候讨论这个话题 但她也知道自己无法永远逃避 几天后 沈秀的手术病情已经稳定 她出院回到了家中 张老汉经过多次思考 最终决定去献沈秀 让她知道真相 她在沈秀的家门口停下 深吸一口气 心中满是无法言喻的复杂情绪 她扶着门把 使出全身力气 敲响了沈秀家的大门 沈秀闻声走出来 她皱起眉头 看到门外的张老汉 她的脸上露出一丝警惕的神色 张大哥 你怎么来了 沈秀显然对张老汉的到来感 到意外 张老汉尽量保持平静 缓缓说道 沈秀 我来找你 是想告诉你一些事情 关于你画美鸟的事情 沈秀听到这句话 她的脸色微微一变 眼神中流露出疑惑 你要告诉我什么 沈秀的声音有些颤抖 张老汉心中的纠结和犹豫在这一刻爆发了出来 她转身背对着沈秀 语气中带着深深的歉意 我是沙鸟的孤童张 你的画美鸟就是我杀的 我当初是出于贪念 偷走了你的画美鸟 沈秀瞪大了眼睛 难以置信地看着张老汉 她的脸色突然变得苍白 心中的希望和信任几乎被击碎 你 你为石魔要告诉我这个 沈秀的声音颤抖着 满是失望和惊恶 张老汉迈回了一步 她的心如同被重堆猛击 却又不得不命对着一切 她轻轻地说道 我不能再欺骗你了 无论结果如何 我知道这真相会令你痛苦 但我认为你有权知道 沈秀无言以对 泪水模糊了她的双眼 心中的痛苦和失望几乎将她击垮 张老汉看着沈秀 她的眼神终满是悔恨和愧疚 她明白自己的罪孽已经无法弥补 沈秀 我知道我无法为我的所作所为找到任何借口 张老汉的嗓音微弱而坚定 我只能希望你能原谅我 也希望你能重新找到生活的勇气 沈秀默默地站在那里 心如翻江倒海 她既愤怒又痛苦 内心的失落几乎让她无法呼吸 她默默地摇了摇头 转身走回屋内 关闭了门 张老汉站在门外 无法再步入沈秀的生活 她明白自己已经将这个年轻人的生命彻底改变 但也明白自己再也无法挽回当初的错误 第五章节 沈秀的重新启航 沈秀关上门后 她蜷缩在房间角落 泪水在她的脸颊上流淌 她感到胸口的疼痛 比起手术后的生理痛苦更加刺骨 张老汉的真相摧毁了她对这个世界的信任 也让她的内心充满了愤怒和无助 沈秀姐姐闻声走进房间 她看到了沈秀沮丧的样子 关切地问道 沈秀 怎么了 你刚才为时磨难磨难过 沈秀哽咽地说不出一句话 她只能用哽咽的声音摇摇头 姐姐走过来抱住沈秀 轻声安慰道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都会陪在你身边 支持你 请相信 这只是人生中的一道坎 我们一起度过 沈秀静静地听着姐姐的安慰 心中的痛苦逐渐得到了一点点的缓解 她知道姐姐的话并非虚言 家人的支持 使她重新找回自信的力量 几天后 沈秀的情绪逐渐稳定 她决定接受内心的挑战 重拾生活的勇气 她深深明白 她不能被过去困住 她需要继续前进 沈秀来到一家鸟市 她静静地站在那里 看着笼子中的各种鸟 过去的记忆在她心中涌现 她看到了那些被摧毁的希望和梦想 也看到了新一轮的开始 你对鸟有兴趣吗 一个老人突然走到沈秀身边 和蔼的笑着问道 沈秀转过头 她惊讶地看着老人 这个人面旁陌生 但她眼眸中透露出一丝熟悉和温暖 您是 沈秀的声音有些颤抖 老人带着微笑说道 我是鸟市的一个卖家 你看上哪只鸟 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 沈秀没有回答 她沉默地注视着老人 突然 一丝熟悉的感觉涌上心头 她毫不犹豫地问道 您 您是孤童的张老汉 老人的面容微微一变 但随即 她故意扬了扬眉毛 笑着答道 没想到你还记得我 是的 我是张老汉 我希望能向你道歉 沈秀的内心 此时并没有恐惧 相反 她内心一片平静 她明白张老汉承认错误病 向她道歉 是对她内心的认可和尊重 张大哥 我们都是人 都会犯错误 沈秀说住 她的声音中充满了理解和宽容 我感谢你告诉我真相 这让我重新认识了世界 现在 我想重新开始我的生活 张老汉的眼眸中闪过一丝感动和悔意 她曾经无法原谅自己 但现在却找到了一丝原谅和救赎 沈秀 谢谢你的宽容和理解 张老汉激动地说道 我也希望你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新生活 拥有属于你的未来 沈秀点了点头 眼神中充满了决心和希望 尽管她受过伤害 但她相信每个人都有改过自新的机会 她已经决定重新追寻自己的梦想 并将过去的阴影抛之脑后 沈秀转身准备离开 但突然她停下 回过头来望着张老汉 张大哥 我希望您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法庭 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 人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沈秀温和地说道 张老汉望着沈秀微笑 他知道自己必须面对过去的罪行 接受社会的审判 但沈秀的宽容给了他一丝内心的安慰和宽心 谢谢你 沈秀 张老汉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会尽力去补偿我的过错 为自己寻求新的出路 沈秀转身离去 内心充满了对新生活的期待和对未来的勇敢 他知道 纵使曾经遭受伤害 他会继续前行 重新启航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时评见 再见